最近传出美国总统拜登 打算要比照对乌克兰军援的紧急授权 要运送价值5亿美元 折合台币153亿元的武器 援助给台湾 国务部长邱国正说 5亿美元不是军购案 没有在军售里面 这是比较偏向弥补的作用 赖世保委员说 台湾的军购 F16V或是暗制鱼叉飞弹 这些通通都延后交货 更何况是区区5亿美金的军援 可是王定宇委员就说 这个部分会有相当程度 又来支应提升台湾的战场农历 还有现代化的农历 相关的训练可能 以及相关训练装备的需要 而且台北关系是更加的紧密 可是我看到的是 这不是就是美国 把台湾就要直接变成乌克兰了吗 兵哥 我就觉得我们王八千委员很厉害 你知道美国人要送我们什么 你知道吗 没有人连国风部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根本没有人知道 因为美国只讲 他要先把他的库存武器 然后拿给台湾 那问题他库存武器是什么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讲过 我目前只知道一个 大概就是什么火山布雷系统 这种东西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那其他是什么 你想想看吧 我们台湾一直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买 M16V升级 现在预定要到2027以后 可能还会更久 不晓得 然后呢 我们的M1 A2T坦克呢 什么时候要来 不知道 没人讲 鱼叉飞弹是老美逼着我们买的哦 那你逼我们买的东西 结果我们钱给你还是不来 也不准是到 对 然后之前不是要我们打巷战 所以叫我们弄鱼叉 弄那个刺针弄标枪 刺针标枪现在都给乌克兰 没有 没货 那请问一下美国还能给我们什么 他会给我们F35吗 当然不会 F32更不可能 会不会给的也不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所以他库存是什么 所谓库存就是他现在库里头有的东西嘛 大概就一些杂七杂八 随便塞一点给你嘛 大概就是这样 问题是台湾又不是没有自己制作弹药的能力 如果是传统一般的传统弹药 我们本来就会做 干嘛一定要你给我 所以这个是讲得很好听 实际上根本 在我看来就提升不了什么帮助 因为你给我们一些 我们没有经过训练 你知道武器是要训练才会用的 如果我们没有训练过操作这些武器 请问一下给我有什么用 然后其他相关的弹药台湾也不缺啊 那你到底要给我什么 王定宇讲的跟真的一样 提升台湾的战备训练提升 战场生存能力是怎样 是有什么 你以为像皮卡丘一样给你一个包 就砰一下你就突然之间升级了 是这样吗 那都要训练的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那5亿美元的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人都在鬼扯 反正对王八千他们来讲 只要美国人给了就一定好棒棒 但是我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台湾又不是什么乞丐国家 当年疫苗要美国爸爸送 要日本大哥送 就已经丢人线到极点了 结果现在我们明明花钱跟美国买了东西 结果美国不来 现在他说的我要送你东西 为什么啊 我明明有钱买为什么要你送 奇怪了 我要的东西你都不来 这就好像一个老板说 邱国正说是偏向弥补作用 弥补给我们 弥补什么 弥补什么东西 那些武器都没来 我跟这样 这就好像你去跟一个老板订货 就跟老板说没货 这个没货那个没货 但是我钱要先收 然后这样子 你要觉得吃亏的话 旁边有一些阿萨布鲁 你拿回去用 就这样的意思啊 问题是这真的能够弥补得了吗 战争是可以这样随便弥补的吗 那好了 你如果能够让我选的话 那弥补人啊 叫你美国阿兵哥给我来啊 来啊 我们不要五亿美元 我们负责养好不好 你美国人来驻军啊 看你敢不敢 所以这根本就是骗人的 而且这个法案通过没 也还没通过啊 没有 对啊 只是这样 现在有这样讲而已 是其实去年 他们就已经通过了这样 他有10亿美元的扣打 他可以选择 在比照乌克兰的模式 可是最让我觉得可怕的就是什么 他口口声声都在比照乌克兰模式 对 那什么意思 他就是预期台湾会变成乌克兰嘛 就这么简单嘛 他认为你 你未来发现战争 大概就跟乌克兰一样 在跟他打相战 然后彼此之间又无人机 这样到处可以 然后我们的阿嬷 是不是也要拿个 淹什么淹桃子的罐子 去去K无人机 是不是准备玩这种东西 然后满部的地雷到处乱炸 然后人民死了死 伤了伤 失衡遍野 美国人的预想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请教一下 在这种状况下 美国有什么可以帮我们的 哪一种武器可以帮到我们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去听众 这种在我看来就是一个 标准的宣传东西 对台湾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如果你真的美国想要对台湾 有实质的帮助的话 很简单 我觉得只要一件事就可以了 你美国直接跟台湾签 跟共同防御条约 你就直接签啊 对啊 给我们最基本的保障啊 你美国敢签吗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敢的话 你告诉我你要防御台湾 防你的鬼 只会一直做兵推 我们来看到这份兵推 消息一直放一直放啊 美国众议院上个月19号的 进行了台海兵棋推演的部分 新美国安全中心国防项目研究员 麦特里克 他说在这一次兵推当中扮演红队 就是中国最终成功以5万人登陆台湾 登陆过程中和地面行动当中 很惨会有4万人死亡 前海军舰长黄征辉说 这一次兵推言外之意 其实就是两点 要告诉你 我美国第一不会加入 因为太惨了 台湾好自为之 第二个就是说一旦打起来 我没有办法补给你 所以你现在要囤积武器 所以我请教董哥没有错 因为我们看到兵推的消息 已经放了一个月 一直放一直放 一直放消息 其实就无非是行诉台湾 现在好像兵临战争 情况非常紧张 所以我们要赶快囤货 赶快买武器 而美国乐得一直收钱 他们用俄战争的那种 全世界的氛围 然后在一直给你压力 各种兵推 然后他们一直去戏弄中共 希望中共有更不礼貌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 战争的氛围就越形成 形成的话 你又要跟美国买武器 那当然他武器卖给你 你跟他买一块猪肉 他送你一个葱花 这就是五亿美金了 五亿美金就150亿而已 有都了不起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你看我是很看重你 好 然后就一直去吹那个气氛 所以他就是美国就是一个金工富额体 就是最主要就是推销战争 推销武器 那他们又不打仗 你们去打 就这样 所以他是非常邪恶的 那我们其实是完全不需要太 去配合他 但是因为民进党 蔡英文连任是靠美国在反送中里面 帮他帮他添柴火 然后找那欧洲那些盟国 每天就去攻击中共 然后在那种氛围之下 蔡英文自称辣台妹就当选了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他现在是拿台湾的金钱 还有人民的生命 来报答美国 让他连任嘛 他的背景就这样 那美国当然现在千载兰容 就是有个俄乌战争 这俄乌战争 大家看到战争很可怕 那他就每天兵推 兵推就各种方式就告诉你 共军会上岸 共军会上岸 那你怎么办 就人人就会恐慌 就会觉得说 那希望美国保护你 那美国说我不保护你 那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你军队要兵役先延长 所以四个月变一年 对不对 以后搞不好就变两年 然后呢 然后当这个决定 下来以后 自愿意的那些人就跑光了 今天就跑了四千 去年就跑了四千零六十六个 为什么 因为可怕嘛 过去原来当兵 以为当兵就像公共人员 这样的一个职业 那现在是真的要打仗了 何必呢 很多人会这样想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当然里面背后还有 我们为何而战 我们是为蔡英文而战吗 为了民进党继续连任 然后大家让自己的兵役延长 让我们缴着税金 去买那些不必要的武器吗 我们现在要考虑是这个啊 所以显臭人很倒霉啊 他就把所有你的 你投那一票 他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出卖了 当做你都同意啊 包括要吃美国来个多巴胺的猪肉 你都同意嘛 对不对 你都同意 死刑犯我不要怕嘛 我不要枪劫嘛 就是都你同意啊 日本的福岛的何时 因为你们投我 所以表示你们是要吃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一张票就决定了 所有他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的 那这个大家就想说 那怎么会变这样 那他如果讲话 公信力不够 没关系 美国会帮他作证 所以美国现在一直推出 跟民进党一再搭配了一些东西 那这东西其实就是要激怒中国 中国大陆你越生气 或者你又讲怎么样的话 你有怎么样的动作 这对民党显情是有利的啊 从过去以来就是这样 那这些搭配以来 到时候 他只要执意国民党 中共飞机会来会去 你有什么不骂 我要骂 但是是谁引起的 就是你民进党引起的 就像我问了很久啊 如果马航九还在当中华民国总统 这些飞机会来吗 不会啊 来的都是路客啊 对不对 都是路生来读书啊 都是民航机 对啊 都是民航机啊 对啊 大家都花大财啊 结果为什么民进党 执政以后变成是这样呢 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 实际的问题 而且马上一比较就出来了嘛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 其实整个氛围 它是要形述一个 一个景象就是为了选举 那这选举当然 美国为了投资民进党 可以将来获得更多好处 卖更多的坚火 它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当然背后还希望说 能够把中国大陆 把它搞 把它惹毛了 然后它有什么动作 我再结合其他国家 像对付俄国人这样 不要买它的石油 所以东西都不要 卖给中国大陆 也不要让它的东西拿出来卖 通通用经济来封守 那当然美国最开心了 可以马上有理由了 把中国大陆的外汇存体 通通没收 欠了再通通不用还了 因为你是侵略者 我欠你 你过去的 我欠你的钱通通不还了 美国本来就是最会这一套啊 对不对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 美国天下无敌是真的不要脸啊 它靠的不就这个吗 印钞票 要不然把你的东西没收 天底下有这种问题吗 有这种事情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面对的最难缠的 整个自由世界最难缠 最臥凑的敌人 就是美国这个邪恶灼心 董哥刚刚讲到了钞票 我们纳税人的钞票就这样没了 就这样浪费掉了 真的很烦 来看到这个是从2018年吧 就要开始政府要推动的 焕发数位身份证 那当时的行政院长是赖清德 那之后也有历经这个孙昌当行政院长 反正他们两个呢都经手过 但是因为在那过程当中 其实之前节目或什么都有谈到 太多争议了啦 你看民团 学者 专家 地方政府 有退出示范 连速反对都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泄露各自资安的疑虑实在太大了 结果呢在这样的一个声浪 质疑的反弹之下 政府蛮干硬干啊 结果好了吧 现在这个孙昌在前年的一月宣布 政策暂缓执行 刘世帮委员还说 这是政策性喊咖 不是执政错误 但问题来了 现在因为整体的数位身份证的 换发计划 历经10年 要花将近50亿 48.9亿 但因为现在厂商向中央印制厂 求偿5.26亿 还有中央印制厂的设备加维护费 5.24亿 换句话说超过10亿 超过10亿纳税人的血汗钱 可能就此打水漂 我们从上一题延续下来的议题来看这一题 因为我在国外一些学者的这个互动里头 他们在很多众议院参议院或者官员的角度 怎么看台湾的官员专业度呢 尤其是国防这一块 刚问说那拜登说要送我们均5亿美元 那送什么呢 知道吗 拜登没有说 其实我们台湾官员可能也不知道要什么 他说过去呢我们的官员也许还可以有自己的专业度告诉大家说 告诉美国说可以扒根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可能需要什么 但是现在的台湾官员就只能 哎就是一个优点就是听话 不听老美的话 但其实真的需要什么答不出来 或者就是仓皇以对 几乎是没有布局的没有策略的 没有专业的在面对这些官员或众议员的时候 虽然对我们的官员的专业度其实也是很瞧不起 是小看的 所以以这个专业度在国际上的被认同的情况 就只能听话而已 就可以看到这一题了 我们的人民的纳税钱怎么花 需要疫苗的时候 他说有人不想要让你买疫苗 所以自己买不到疫苗 或者是故意挡疫苗来当借口 哇我们当年在数位化的时候 这应该是在赖清德任内的时候 特别宣布的吧 他不懂数位 但是他要做数位来象征自己是 资讯跟科技的领航者 结果呢 洋洋傻傻规划下来 就是叫做做白工 这个叫做如果企业CEO 已经被抬逃 已经杀八次 然后要叫他赔偿滚蛋 可是在台湾谁来买单 这些人拿来包装自己政治光芒的 这些政策 其实证明他是个无知无能 甚至至仗势的这个政策 但是却因为一个交代下来 让所有的公务人员白忙 让所有的标案通通白忙 因为预算已经一旦编列了之后 就必须要执行 那公务人员就算这个政策太白痴 也还是要绝承下去 就搞了半天结果是什么 各单位都觉得至爱难行 甚至到苏贞昌任内都发现不行 投席办怎么办 预算继续花下去 发包了厂商怎么办 只能赔偿 所以现在变成到台湾这个状况 看到我们诈骗数位不成立之后 他说是数位不为了要防诈骗 好了我们这个因果关系很难说 还是他主要功能是做什么 大家觉得呢 他本来应该要最能够阻止诈骗 数位世界里头 他要是专业 从这个所谓区块链到这个虚拟世界 他应该要有可以防止诈骗的能力 他连电话诈骗都没有办法阻止了好不好 更何况是网路上面各种各样的诈骗 然后呢 他却连这个数位部 现在所谓的数位身份证 变成一个笑话 那这个真的是 从上到下的所有政策 这个整个历史连贯是没有整合的 因为没有专业的人来 然后每一个人 就只是当初为了赖神 帮他造神的过程 现在是全民要背这个黑锅 十亿元预算 我们可以让多少家庭 可以吃饱好几餐 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我们长照系统 可以多少的老人得到照顾 多少贫穷的角落 黑暗的角落可以得到观照 但是呢却拿来去玩了一个虚晃一招 撒钱 也许对他们来讲是完成了绑装 还是对他们来讲 是不是完成了一些历史阶段新的任务 该拿的钱拿了 然后你们都要听命行事等等这些 但如今呢 这些人要不要负责 追究责任 应该要对他们追究责任 把他们该负的行责 是不是有甚至徒利 或者是赌职 或者是疏忽代职 这些官员怎么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了 那对台湾人民对得起吗 对 兵哥 真的拍拍屁股就走了 苏文昌 徐国勇通通都走了 所以这个国民党说 行政长陈建仁 内政部长林又昌 要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必须向国人说清楚 民众党说政策失败 内政部失职应该要被纠正 实在力量 要求政院承认错误 避免公堂继续浪费 但是执政党的委员说 这是政策性喊咖 不是执政错误 鸭子嘴硬 所以为什么刘四方一直被人家说 四个比扯林还扯的委员就是这样子 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你的施政失败 就是你的施政错误 因为很简单 这条钱本来根本不需要花 为什么 当初大家在考虑说 是不是要换发数位身份证的时候 这本来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集思广益 我们要去开公厅会 去开各种说明会 然后找产官学来 大家一起来坐下来谈 然后把各方面 你换发数位身份证之后 可能的资安问题 这个不会是事后才想到的吧 这一开始就要想到的不是吗 资安问题 然后所有的相关的问题 然后包括一些相关的保密的问题 然后政府的这些数位网络的连结 你全部都要侧头设备想清楚之后 评估自己的可行性 能够评估 而且有厂商有能力 这样做的时候 你才发包嘛 对 结果刚好相反 相反 就是当时赖心得说 我们要做数位身份证 然后找一些1450817 出来洗地 掃一掃 掃一掃的说走 我们借 就是这样 然后就开始发包了 就这样啊 完全没有经过事前评估嘛 所以 你开始要做的时候 召入各方反弹 然后最好笑的就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找的厂商 他根本不会做 他根本不会做 他是外包的 那外包是谁 你知道他厂商是谁吗 是中国大陆的厂商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民进党 自己也没办法做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 他们找的厂商 根本就不会做 他是外包 给中国大陆的厂商的 那你民进党 不是听到中国大陆 就发抖了吗 是啊 不是听到中国大陆 就会有所有的 资安外泄所有的疑虑的问题吗 所以是因为这样 才停下来了 不然他们本来是 准备硬干了 干下去了 所以 这根本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嘛 如果说你事前全部都评估好了 那你评估了之后 你会觉得说 好 就算现阶段 可能厂商还没有这个能力 或是台湾的国情还不适合 或是我们整个社会发展 没有到这个阶段 你可以先hold住不要做嘛 是啊 那就不会花这么多钱嘛 我们顶多就花一些评估的费用嘛 就现在刚好相反 现在是根本都已经发包了 发包的时候才发觉 但是侯后原来我们做不到 那这个钱是谁赔 当然就是谁做的决策谁赔啊 不就这么简单吗 这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这个就是施政无能所造成的结果 就是像赖清德这种 他看不过手脚 我跟你讲 你们未来选赖清德上台的话 这种案子我跟你保证 又再再再再 一定会发生 会觉得越来越大 因为你要知道 赖清德这种死要面子 他现在是因为他要选举 所以这个案子 他就闷声搭败才中 不干他的事 如果是赖清德真的当了总统 这个案子你说他会不会推 我跟你保证他一定推 推到底 因为他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民党不是向来都这样吗 然后他就跟你硬干 然后到最后资安也出问题 什么也出问题 然后厂商乱击巴了一堆 结果我们所有中华民国 所有每一个人的身份证 每一个人的户籍资料 全部泄漏给中国大陆 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外包那个厂商 之前就帮泰国做 然后就有发生泄漏的事件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民进党就是这样乱搞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 别的人去找中国大陆的厂商 他们在那边鬼叫鬼叫 什么都不行 这个也不行 结果他们的高端 是找中国大陆的厂商 他们的数位身份证 也是找中国大陆的厂商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民进党一直在不断的 重复告诉你一件事情 叫绿能你不能 就是他们高端怎么样都可以 你就是不行 那你们如果继续 还要支持这样的政府 就是你很喜欢当奴才 你很喜欢当人家的奴隶 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们刚刚谈到了 硬要换发数位身份证 结果这件事情 现在喊咖 喊咖了厂商求偿 这些费用加起来 至少超过10亿元 全部都是你我的纳税钱 那当然啦 因为你知道 合四 废合四的部分 3000亿就这样费了 3000亿对民进党来说 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身份证浪费个10亿 应该不算什么 还有随随便便 13亿怎么又出去了 怎么又会追加13亿 要成立什么打炸国家队 这行政院推出 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 行动纲理1.500 好1.500 还追加了13亿的预算 扬言要打造 人人都是打炸国家队 那媒体人吴子佳怒批 行政院指示 快到选举要做文宣 未来还是会持续不断的 爆发诈骗 最近呢 一份网络民调 就针对这个吴子佳的看法 对于这个民众进行调查 百分之96 将近百分百的民众认同 吴子佳对蔡政府的批评 换句话说呢 我不管你是什么打炸国家队 1.5还是2.0 换句话说 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你没有打炸 反而被打脸 我们政府 董哥 民进党的政府 就是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 就是很清楚 这些人每天都信口开合 然后做了以后就不承认 嘴巴讲一讲 就以为做了 就这样 就像我们刚前面那一题在讲 你那身份证 对不对 喊了半天 可以做就弄 然后下来很多人反对 就收起来 然后没有人讨论 就当做没有这回事 那如果不是报社记者 在追踪 坚持 就发现说十几亿就搞掉了 十几亿也太多了吧 现在要中华民国 认了一个人的身份 你只要花十五万就买得到了 这是大家都中手 就是两千三百万人的资料 通通有 而且 时代力量的秋显制委员 已经追很久了 追到习国勇说我会给那个 然后习国勇就下台了 然后到现在继续追没有下文 所以我们内政部会给交代 是不是 天下杂志封面写出来 十五万可以要任何人的个资 这些个资是从哪里来 当然就是你政府 蔡政府根本就在搭配 诈骗集团 对不对 我们台北有一个警察首长 跟诈骗集团勾结 哇 绿色媒体 头版头老打怎么样 蔡政府根本就是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 什么国家队 他们是国家队之羞耻 疫苗买不到 资料保不住 捞钱一把照 就是这种恶行恶状 他已经根本不怕老百姓 为什么 因为投票他只要去煽动反中 然后你就会投他 对不对 你要投公投票 他只要去煽动 你不吃美国牛肉 你就是反美 反美你就是要亲中 所以大家票投出来是 既然台湾没有人不吃美国牛肉的 真好笑 美国来个多巴胺猪肉的 真好笑 我问过没有人要吃啊 可是票就是通不够 所以你可以看民进党很会操作 那当把这些东西把它摊开来的话 会发现台湾很可怕 无所不用奇迹的那种政治 我们都知道现在诈骗非常厉害 可是政府 他不是现在才开始 政府不是现在才知道的 我们诈骗已经好多年了 马航九执政就诈骗 就风行全世界了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马航九还没卸任 可是国民党已经显殊了那一年 民国105年 蔡英文已经 已经显赢朱利伦那一年 那时候发生在肯尼亚 我们诈骗集团到那边 结果呢 民进党政府说马航九上前入口 应该这些诈骗 应该送回台湾 怎么可以 让他送回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来审判呢 然后那时候全国情情 都非常凶猛 每天就骂 骂马航九无人骂怎么样 好啦 那这些人都送回来了 那诈骗有没有改 我讲这时间已经很久了 因为蔡英文快卸任了 是不是 那我们那时候整个氛围就是 只要讲到能够抗中 我们所有人都不理性了 认为诈骗集团 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台湾人 是大坏蛋 也要让我们自己来审 自己的孩子要自己来打 不才让别人打 我们就是这样啊 所以哪有什么理性啊 那今天看到了诈骗 法官判那么亲 也没有人有办法 你把账户借给别人 一堆人都诉的是判如罪啊 账户借给别人 那这个就是有问题啦 有人会把账户借别人吗 通通 多诉都判如罪 你知道吗 然后很多人身份证借给别人 不起诉的一堆啊 说我不晓得他们会哪去这样 随便几句话就可以这样 这些都是政府可以管的 司法 行政 或者你的政治态度都可以啊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诈骗的社会这么横行 其实就是一个无人政府 他用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啊 那今天 前级要到了就赶快弄一个 哎呀我们有个国家队 是啊 你的国家队都是那种 丢脸无耻至极的队啊 口罩买不到的国家队 快筛筛不到的国家队 疫苗要大排长龙的国家队 你哪有一个好听的呢 所以你的国家队是羞耻啊 记不记得那时候蔡英文还跑去 你知道我们如果确诊 说我们的中年院都厉害 我们的那个已经跟 瑞德西韦很接近了 这是三年前蔡英文跑去 请问三年后现在结果是怎么样 没有记者去追了 那时候把我们讲我们国家队都厉害 哇 都了不起可以致意 我们Covid nighting 结果呢也没下文 其实台湾很多东西都没有下文 都是民进党可以蒙混过的 然后将来没有记者问 然后就 这个问题就好像就没发生过 太多太多了 所以民进党 是前台湾最可耻的诈骗集团 然后蔡正如不妨都让 因为在下个 不是下个 就这个星期三 5月10号下午4点钟 NCC关中天的这个北高刑 要做出判决 我们要拼个公道正义 我们把中天案和禁电室案 放在一起来看 就是裴伟涉嫌官说完全都没有事 那反而中天是因为 我们监督政府得罪执政党 所以要被关台下架吗 针对这个NCC省禁电室的这个案子 我们看到是蔡英文的文胆 谣人多 那她同时也是挂名禁周刊的特约总组笔 她昨天在脸书上呢 发了一篇长文 露露灯写了很多 其中有特别提到 高高在上的NCC委员们 为什么给了执照却不给上架 一拖再拖 世界上有这种道理吗 NCC有责任让一个好的新闻台 出现在台湾乐听人眼前 里面她甚至提到了很多 说尤其什么静周刊的社长裴伟 给他很大的挥洒空间 其实当时也在有一些 关于会得罪执政党的一些新闻报导 也都没就是挺住压力了 也都可以继续出刊曝光等等 讲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姚仁多认为 台湾社会有个迷思 就是大家很自然认为 民进党任内通过的一个电视台 就一定是亲民进党的电视台 但她提到了禁电视有多好多好 看过禁电视的人都知道 这个不是事实 好我们看到民众党立委陈婉慧呢 就说看到了姚仁多 试图为禁电视跟裴伟洗白 而且带风向指责 在野党监督禁电视的深涉案 都是为了政治斗争 她真的觉得很悲哀 姚仁多亲自示范了禁周刊 禁电视根本就没有完成切割啊 难道NCC主委陈耀祥还要继续硬闯吗 贤秋 很会是在我的节目上讲的话吗 她说其实都是吹牛 碰碰碰碰 就是说我也没有 真的蔡总统搅拌下来 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这些官员就乖乖听我的话等等 但是她有一部分她是承认的 而且甚至大家踏法就是针对NCC 尤其是主委陈耀祥 无能 然后是不是没有听话办事 没有快速按照指令办理 所以无能 她批评NCC主委陈耀祥 他这件事情上面的专业度是受质疑的 其实我一直认为不管是静周刊 中天都应该要受到非常公平的审查制度 理论上今年是也邀请了很多专业的媒体朋友 到了那里去难道就没有这个知识良心 就要被整个抹成某一种特定的颜色吗 应该有给他们公平的机会 这也是有很多人的家庭的生计要顾及 可是重点现在就不是在这里 重点就在于说如果说你表现出来的团队 或者说你说表现出来的所有现在目前的政策指标 其实有几个绩效还有这个效益 然后跟政治党政党色彩其中指标可以看 现在他在网路上播 其实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 那就效益来讲可能会是中天的百万分之一 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是看到的数字是不太好看 表示在市场定位上 他不太高不太有价值 再来这个不管是跟台市比较起来 当时台市非凡也想要进入频道 也想要成立电视台等等 这些这个竞逐里头 竞争的条件里面利润来讲 他们愿意发要给的 包括相关的这个费用 资费等等都是比较高 对纳税人来讲也都是比较有利的 就不采用 就反而有其他的别的比较低效益的 就企业来讲是不可能的的选项 然后最后政党色彩 其实像姚仁多像这样出来帮他喊话 其实只会让大家更觉得 哇古兰玛就是绿的门面帮忙洗门风 其实他应该要想办法用更客观 更专业的角度来证明自己的专业度 这样才能够公平吗 因为对中天来讲已经太不公平了 所有把中天给官台的这个要件 裁罚的标准这些案件 一个一个都被打脸 如果十个曾经被裁罚的案子都被法院说 你根本就是罚的不正当 罚的有错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期待 跟社会标准的时候 十个标准十个案例 等于根本这个裁罚是违法的 是违反民意的 所以我才说我在节目上也喊说 喊话赖清德 如果你真的要让2024的选战 成为一个民主跟专制的一个对决的话 请让中天赴台 请让NCC的陈耀祥下台 就这么简单 因为NCC陈耀祥他所代表的就是 一个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剥夺 甚至扼杀了新闻自由的 代表了民意党权力傲慢 跟为所欲为的这样的象征 如果蔡英文时代有这样子一个官员 把最基本的民意党的创党精神 跟价值给杀了的话 赖清德你应该把它恢复啊 你不是当时创党精神里面告诉大家 我多么的怀念我当时的创党先辈们 先辈 旺旺先辈 先辈们 大家怎么对于新闻自由跟言论价值的坚持 就算被抓去关了 甚至送了命了也在所不惜 但大家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言论跟新闻的价值 可以独立客观的做评论 跟做分析跟报道 那么台湾没有这样的空间了耶 居然在法院已经都打脸到这样的程度之后 程耀祥都成为被告了 还要坚持进行审查 其实这都禁周刊 禁电视 同样都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已经就光是这些前提 就让大家不信任 如果一个更客观的学界 大家坐下来客观的衡量相关指标 刚刚我讲的效益媒体 还有这个民众支持的这个效益的时候 他可以更名正言顺的取得证兆 如果真的取得的话 那现在已经被 变成大家觉得心目中跟这个 这个民进党的筷子手 站在一起的这样的媒体的时候 他们自己的专业也一样被抹杀 那这样是不公平的 那么NCC现在的所有的做法 只会让台湾往专制的路线走 那么当然也要还给中天电视的公道 对 就在这个星期三下午的四点钟 我们经过了这个两年来的漫长诉讼 所以在今天下午 在这个五月十号下午的四点钟 台北行政高等法院会有一审宣判 我们会全程直播 那我知道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因为我们中天一直被指控说 什么被罚的次数太多了 内控失灵 但是到目前为止 十连拜 NCC十连拜 NCC被十次打脸 所以换句话说 大家都在问 这两年前的官台基础 是不是已经丧失了 所以兵哥我们也特别期待 星期三下午的司法正义 我觉得不要太期待 好歹有事就开始法院上案了 因为我说真的 之前你们那个十连胜那是一回事 因为那是针对一个一个的个案 对 可是这个如果他派你们证诉 这个姿势非常体大 是啊 因为请问一下 他能够回复到中天没有被处罚前的状态吗 他有没有办法回复 没有办法的 因为华氏已经到了52台去了 那整个你们中间经过这两年多的损失 到底谁来负担 那这中间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怎么去弄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以一般正常的状况来讲 我老实讲 我不认为法官会有这么强烈的道德勇 去做这样的判决 所以我当然希望他们是真的有 那也能够做出一个 能够为后世子孙作为榜样的一个判决 可是抱歉我对人性向来没有这么高的信心 所以我必须这样讲 恐怕大家也不要过度的乐观 但反正就在后天嘛 所以我们看就知道 那至于说禁电视这个东西 我是真的觉得有很多很瞎耶 啊你们 你们不是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禁电视跟禁头看 哪个是分开的 完全切割的 对他们里面的人也都这样说 结果你现在这样跳出来 就是不演了就是 就是我这件事吗 所以你在告诉我们 以前对你们所有一切指控都是真的嘛 不就是这个事吗 你这要自正其罪喔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所以你是怎样文胆当多了 如果当个秀斗来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关键的理由 你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为全世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 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